哈喽 欢迎来到毛袋的视频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脸上的妆容 其实是一个妆容挑战 我是全部用国货来挑战现在很火的 就是ins风格的那种化妆的步骤 化妆的风格 就是用最大的底妆的量 用最后的散粉来烘焙 刷墙式的化妆方法 其实还是挺好玩的 好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国货 来画一个ins风格的妆 是什么样的表现的话 请继续往下看吧 那我们就变回素颜的样子 不太好意思 以我的素颜见你们 今天头发有点傻 那么今天呢咱们是来挑战 那个ins风格的上妆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喜不喜欢看 就是这种ins妆啊 平时还挺喜欢看的 就感觉看他们刷墙 就非常的治愈 很解压 他们化妆就真的是先变鬼后变美 那今天呢我们来试一下 他们平时哈肯定是要上一个妆前乳 我今天用这个小小的妆前乳 是玛丽大家的 就迷你妆 是不是特别可爱 特别Q 然后他们一定会挤到脸上 他们估计会挤很多 然后从脸上乱流 越多越好 这个感觉还挺舒服的 凉凉的 好把脸上涂开 这个妆前乳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 滋润型的国货里面最最最好用的一个 其实他们上妆的时候经常先上眉毛眼妆 然后再上底妆 所以我这个妆前乳上了点早 那我们忽略刚刚那一步 哎呀我们先化眉毛 今天这个妆容呢我要全程都用国货来完成 所以呢我选的眉笔呢是卡奇色彩的 这一支超级便宜的眉笔 这是有两个颜色 所以我会先用这个浅色的勾勒一个大概的形状 那今天化妆的风格呢也想化有一点欧美感觉 但是也会凸显东方人这种美感的妆容 就有点像是花木兰的感觉吧 凸显东方美的欧美妆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 一般都是先化出眉毛的下缘 眉毛要弯弯的 长长的 我今天为了化这个妆是刚刮了一下眉毛 你们也可以看到它有点发红 有很多人说它化不出这种弯眉调眉来 其实就是这个下缘可能这个形状没有化到位 这样不上底妆先化其他的地方啊 我真的觉得没太有安全感 感觉自己的毛孔啊黑头啥的都在跟大家打招呼 就化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来 然后待会再用一只深色的加深一下眉毛 就让眉毛有一个立体度 今天的眉型呢就是要化的又弯又调 这只的颜色更深一些 然后来加深一下眉尾 让这个眉毛显得颜色更中一些 然后呢拿这个刷子来整理一下 不要有太大的色块 然后呢我用维茨的水眉笔描绘几根夹到这种眉流 在眉头这个地方 好接着呢用一只双头修容棒 这个是亚邦的 用它的这个亮这一面啊 沾取一点点膏体来修饰一下整个眉型 顺便作为眉骨的提亮 让这边缘显得更加的利落 好眉毛呢就可以这样化好了 然后我们下面来画眼妆 还是先用这个提亮爆呢 来遮瑕一下眼席 他们虽然一开始不打底啊 但是像眼部打底啊 这些他们都是一样不少的 还有一个精髓就是他们用绳的产品 都要特别大难的抹 一定要追求那种刷墙的精神 还是用海绵蛋铺一铺 我觉得画这个美好之后 我整个表情都变了 太诡异了 我稍微秀一下我的眉型 这地方让它再拱一点吧 不然太丑了 下一步呢我们来画眼影 今天咱们要用的硬盘呢 就是这一个黑钥匙盘 包装还挺好看的 然后呢它这个叫做Lady Bro 就是闺蜜盘吧 里面它的盘面呢是长这个样子 它就给我们分成了三组 然后用这三组呢 可以画出不一样感觉的眼妆 像这边呢 属于比较偏冷偏大气一点的这种色系 就感觉画上它 可以参加什么活动 然后中间这个呢 就属于比较日常的 有一点点温柔活泼的那种感觉的 我这个颜色很漂亮 很喜欢这个 然后这边呢就是属于一个 比较跳脱的一组 你看有这种亮红色 还有绿色 我觉得在国货里面 还蛮有亮点的 就是看上去是挺独特的那么一盘 挺特别的那么一盘 然后刷色给你们看 我喜欢这个金色哦 这个墨绿色还蛮好看的 五彩斑斓 黄的绿的 大地色 黑的啥的都有 我现在真的很像一个神经病 首先先用这个浅色的给眼部打个底 那这盘眼影它压盘呢 并不是很实 它就很像那种欧美盘子 看我手里拿这个 就是显色度啊 特别特别高 先用这个颜色打个底 好 眼皮好好的给它打上底之后呢 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用这盘 因为这盘呢 就是让我想到了 Shina Tilbury 它们那种感觉的色系 就是这种饱和度很低的 有一点偏红偏粉 然后我今天还要用这个金色的珠光 就这种 这种是我的菜 那我们拿着这支漂亮精美的晕染刷 沾一下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脏粉色 你看它这个刷子沾粉的能力 抓粉力很强哦 从眼尾这样往前晕染 你看它的显色度也很棒 哇哦 可以的 我们就顺着我自己的眼窝 这样把这颜色给晕上去 非常的享受 就慢慢的把颜色上上去一点一点晕染出效果 单独一个颜色 你看它晕出来呢 也会有一个这种层次的渐变 然后沾起这个颜色 先用一个稍微淡一点点的棕色 压在颜尾 把这个颜色上在颜尾之后 再拿刚刚晕染那个的刷子 把这个边缘过度好 好 然后呢我们再取这个颜色哦 珠光色都在这个地方 这珠光色显色度也蛮好的 用刷子就很显色了 然后呢用手指头沾 我最喜欢最享用的这个金黄色 金色的闪片 它有一点发绿啊 它这个金 然后点在眼球中间 嗯 美味 好 我现在有点不太敢直视这个镜头 因为觉得此刻真的是太丑了 但是这个眼影哈 我印象来之后觉得知道很好 晕染 虽然你看有的颜色比较重口味 像这种深棕啊 黑色啊 绿色蓝色什么的 但我发现就是它的延展性还是很好 就是在眼睛上很容易晕开 怪不得好多人都推荐我去试一下 它家的产品 确实性价比 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给你这样分成了七块之后呢 对于新手来说就没那么可怕了 像这种颜色 都可以尝试一下 那我上眼皮呢就画完了 那么今天的底妆呢 我看的镜头都很想笑 用的是我刚收到的 丽兰送给我的一个粉底液 嗯 因为国产的粉底液 我之前就比较喜欢的是完美日币的 我今天没带了 所以就先用一下这款粉底液 因为它质地呢 非常非常的水 这时候呢 就一定要对着镜头拿这个滴管 往这个海绵蛋 有点脏啊 海绵蛋 往这个海绵蛋上 滴粉底液 我们开始刷墙 它这个色号好白 不适合我 这也很正常 就是国货粉底液里面 事后的色号啊 几乎是没有 我看到人家往脸上糊墙的时候 就觉得一拍就很服贴 为什么我觉得怎么拍都拍过服贴呢 你看按一下就是一个印 这个粉厚厚的卡在脸上 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刷墙谁不会 这也根本人在怕的 有很多人不知道 先画的眉毛怎么再涂粉底 就像刚才 因为我用那个遮瑕 已经勾了出一个边缘了 所以你在涂的时候啊 就不会涂在眉毛上 再用侧面把多余的粉给吸走 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放假 没事儿在家里自己化妆玩了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无强的上妆法 消耗一下用不完的粉底液 这挺好 这种底妆上出来就很适合上镜 你看真的是无瑕 要说上这么厚的粉底不卡粉 我是不信的 你看我整脸上卡的 这个粉底液 跟我脖子有一个巨大的色差 但是我想要用修容棒呢 稍微把这个肤色给再拉暗一点 我们还是用亚光的这个双头的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亮的 刚刚我们用过了 然后再用这一个 这已经在里面断掉了 画掉了 你看 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精彩的来了 他们一般啊 画这种修容的时候 一定要在脸上搞出一点什么 图案 好恶心啊 所以这是修容的范围有点大 因为我想让这个肤色变暗一点 所以这个范围比较大 鼻子当然也是要修的 然后再涂一点这个提亮的 鼻子当然也是要修的 然后再涂一点提亮的 其实他们啊还会在这个地方涂一些那种 彩虹膏啊啥的就弄的脸五颜六色的 我今天就这样就够了 已经达到这个视觉效果了 然后呢我们用海银蛋 先把阴影拍开 好把阴影涂开了就这样 可以耶 接着我们来推这个高光色 我把这些推在脸上之后 好像是有一点立体的效果了 但是呢这个肤色还是不够深 那我们先来定下这个脸上的妆 接着呢用一些骨头粉什么的 再来调整这个肤色 今天用的三粉呢是卡婷的 这个三粉 它是三色的 但是我会把它们混在一起用 倒出一些粉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三个颜色的 然后这个海绵蛋呢 沾取搭在脸下 诶别说用这种方法哈 我感觉我的脸好像比之前要立体好多呢 让它在脸上稍微待一小会儿 我就想把它扫掉 我真的很担心它是扫不开的那种 哎呀还好还好 可以扫掉可以扫掉 这个三粉啊确实不太适合后味 因为它我觉得有点干有点吸水 用这个三粉上完之后真的很散白 整个脸真的是像一团面粉 眼下呢紧绷 特别紧绷感觉 这点太干了 这种妆效 待会我们再喷一个定妆喷 上一个骨头粉 现在骨头粉呢用这块施佩妮的 这个我之前推荐过 是它的005号 像骨头粉啊就一定是那种画欧美妆 必不可少的所以我用一个大刷纸 然后呢直接这样扫在脸上 增加脸的这个暖度 因为这个整个脸都发灰了 这个刷子真的是世界第一软吧应该 太软太舒服了 它碰到脸的时候啊你是觉得像一条丝缎 浮过你的皮肤 好上了这个骨头粉之后呢 再来上修容 一层叠一层 那这个修容我今天用的是 马力代加的这个双色的修容粉 现在我的眼妆下半段呢还没有完成呢 所以先不着急 先上这个修容 这个修容呢是着重打在这个地方 修容打完之后呢 我们赶紧先把眼妆完成吧 怎么办我突然很想很想用这个墨绿色 这个颜色正在召唤我 但是我怕破坏了整个眼睛的配色 怎么办要不要用要不要用 数字面朝上我们就来画墨绿色的 好来吧 你们看 哦数字面的 好那天让我来用一下这个墨绿色 不好看也别赖我 我们再用刚刚那个粉色 脏粉色呢 把边缘再有晕得好看一点点 那上一点眼尾的地方也要稍微加深一些 不然下一点真的颜色太重了 好下一步我们画眼线 眼线呢我们今天用火烈鸟的 它新出的一个极细的眼线胶笔 那这种眼线胶笔呢 就本身比那种粗一点的好用 然后它这个是拧出来没法转回去的 所以就防止它容易断呀之类的 所以你用多少转出多少 千万不要转太多 因为它比较细 然后它画起来呢 比头是偏软一点点的 就怕它容易断 看一下这个是棕色的 你还画出来是不是很细 这个是黑色的 这个黑色的是蛮黑的耶 蛮蛮顺滑的 挺好画的 就是如果今天画日常妆的话 肯定是用棕色了 棕色画出来比较的柔和 显然眼神也比较温柔 那今天是一个妆感比较重的 我就要用黑色笔 先画一下内眼线 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画内眼线的 因为它比头比身够软 比较好上色 还用它画一条上阳眼线 好这个眼线呢画好了 然后这个眼线笔呢 它干掉之后也是防渊染的 它这种极细的1.5毫米的 就画出来呢 我觉得它蛮精细的 下面呢我们来带假睫毛 这个假睫毛是必须的 加上呢 就是这种效果 接着我们再眼头 再加这个 下眼前的眼头 还没有涂 这个颜色 接下来我们再用 修容这个颜色 来修一下鼻影 因为我怕刚刚那个膏状的把眼影给弄灰掉 所以这一块呢是没有修的 那我们用这个刷子再修一下 很早很早之前的一块了 因为国货栓红里面我没有找到一个能搭今天妆容的 所以我们就少量的用点这个 点着一下就可以 点到极致 她的这个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睫毛太重 而且眼睛就很迷糊 好 高光呢 我们还是用这一块修容本里面的颜色 再加这个地方 嗯 可以的 我们再一个小一点刷子打在眉骨上 然后呢再提亮眼头 好最后呢我们来涂口红 今天用到的是美康粉黛的哑光唇釉 我用这个色号呢是朱砂 然后它这个颜色呢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那种浓郁的中国红 看这种颜色 它这个小棒棒的是尖尖的 就是可以描绘一下春心 它这个颜色有点像是 阿玛尼400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冷光红 今天嘴唇是要涂大一点的 好的 看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就是那种很浓郁的中国红 我今天故意呢把上嘴唇涂得比较宽 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其实它是有一点深度的红 所以在黑黄皮脸上呢不会显荧光 这个颜色我超级喜欢 那它这个系列还有很有意思的颜色 叫做赤燕 之前特别流行的那种 就是金属色知道吧 那这个它是那种橘红色的金属色 它里面是有珠光的 你看我之前画的那个眼线 用卸妆水还没有完全地擦掉 就超级持久 然后还有一个颜色叫做红滑 是一个很好看的那种脏橘色 它这个系列的口红其实做那种 渐变唇的话会很好看 因为它轻轻晕开的时候 是很漂亮的柔雾感 你看 然后它会慢慢地在你嘴巴上干掉 它刚涂上去是有一点光泽的 它不会完全地变成粉雾感 就成一层膜抓住你的嘴 它还是会有轻微的这种沾杯 留一点叶儿 但是完全不会破坏整个妆效 这口红简直就瞬间给我的妆容 增加了生命 注入了灵魂 这个唇型还挺好看的 我之前很少画这种唇型 会显得嘴巴有点大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像东方美人的那种唇型 还挺好看的 我把头发放下来 因为刚刚呢 就带发带的时候 我把头发绕进去了 所以它就有一个卷度 就没有 正好这个造型就解决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妆容 有点出乎意料的好看 因为我本来以为就上那么多底妆呀 粉呀一层一层盖上去 肯定会很灾难 没想到最后啊 确实用这种方法画出来的欧美妆 会比较上进 会比较出感觉 那这个效果呢 就是很无瑕 很舞台妆吧 就真的很浓 很香艳的一个妆 就偶尔画一次这个 觉得自己的颜值都有提高 喜欢喜欢 确实是先经历了变鬼 然后又变美了 没想到因为我们国货 挑战这种风格的妆容 还是蛮成功的 完全不说美品牌了 那就让我轻轻的这个触美一下 好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点个赞 非常感谢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交个作业 可以爱妥 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作品 那我们下期视频